虽牡丹图瞧不见了 但刚才五姬左丹的牡丹绝花 今是根据大家所会的牡丹图而做 长安豪贵西春残 争赏皆兮子牡丹 别有玉盘城路冷 无人启咎月中看 新年有张约斋办的牡丹会 今日华堂之上 紫衣玉盘净土芬芳 亦不遑多让了 那是花二乔 分明是银粉金灵才对 穷月内今年哪儿还有银粉金灵 一定是花二乔 既仿张约斋做牡丹会 所欧者皆是牡丹名词 不如咱们往尸里去寻寻 母后最心爱牡丹 可惜牡丹将心 莫非心留着寿臣当日 亦不过这寥寥树盆 因应景罢了 倒是太子平心思灵巧 这才是他真正要先的寿礼 太子平真是好小气 寿礼竟藏至今日 早知你如此精心筹备 我何苦内疚至今日呢 我先前已吩咐 莫为寿臣兴师动众 黄论是动用了教方司的武器 皇后娘娘 碧妾哪敢自作主张 是太子殿下远赴南京 无法当面贺寿 残命我等恭敬贺礼 皇后娘娘 却是太子吩咐教方司 筹备牡丹会 恭祝皇后娘娘 奉体康泰 福泽绵长 太子惦记着皇后娘娘 不愿千里也要尽孝 这一片赤诚之心 着实难得 还望皇后娘娘 切莫错怪了他们 赏 谢皇后娘娘 得知太子殿下要备牡丹会 东宫众人皆主动去穷院 则花本会笛稿 本意也要尽孝 是要在牡丹会上 献上牡丹图 恭贺皇后娘娘千秋之喜 虽牡丹图瞧不见了 但刚才 五姬左丹的牡丹绢花 竟是根据大家所会的牡丹图而做 皇后娘娘 这太子贫真是个实称的人 一点也不给自己鞠躬 这么说 那牡丹图 是大家的心谢了 恭祝皇后娘娘千秋 坐 皇后娘娘 那几人也是罪臣女圈 因资质出注 至今未被犯规 皇帝已设了他们 礼部竟如此敷衍 你亲自去何时 再有这种阳风阴围的事 必定从严成之 是 子洁 你说的事 我会吩咐下去 你放心去做